这节课,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两位朋友, 他们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看, 其中一位是树, 还有一位是喜鹊。 树和喜鹊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今天我们来学习课文树和喜鹊,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课题。 六,树和喜鹊。 要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那就请同学们仔细看图, 修起小耳朵,认真听吧。 从前,这里只有一棵树, 树上只有一个老窝, 鸟窝里只有一只喜鹊。 树很孤单, 喜鹊也很孤单。 后来,这里种了好多好多树, 每棵树上都有鸟窝, 每个鸟窝里都有喜鹊。 树有了邻居, 喜鹊也有了邻居。 每天天一亮, 喜鹊们叽叽喳喳喳叫一声, 挂着招呼一起飞出去了。 天一黑, 它们又叽叽喳喳的一起飞回窝里, 安安静静静地睡家。 树很快乐, 喜鹊也很快乐。 听完了故事, 同学们想不想自己也来读一读呢? 在读之前, 老师给你们提两个要求。 一、借主听音自由朗读课文,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二、数一数课文有几个字栏段, 标上序号。 都听清楚了吗? 那就开始读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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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课文总共有六个字栏段 那课文里的双字宝宝 同学们都认识了吗 请你们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 我 唟 咕 咕 蛋 蛋 当 当 当 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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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灶 灶 咕 招 招 招 呼 呼 净 净 净 同学们看到这两个字 他们在读音上 你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吗 同学们说的没错 邻居的邻是前鼻音 安静的静是后鼻音 请你们和老师一起读准确吧 邻,邻居,静,安静 同学们 这些孙子宝宝我们都认识了 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他们吗 这些孙子宝宝 Music 是 done 徐 同学们说,我们可以用加一加, 笔一笔,换一换的方法实际生字。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实际这些生字吧。 有的生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实际。 子家瓜变成孤单的孤, 口家乎变成招呼的乎, 起手旁家招变成招手的招, 另家又双耳变成邻居的灵。 有的生字,我们可以用笔一笔的方法来实际。 你们看,都和灵这两个字, 它们都是双耳旁,还都是又双耳呢。 还有的生字,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实际。 你们看,这个镜子, 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也可以用换一换的方法来记住它。 同学们的十字方法可真多, 有加一加, 笔一笔, 换一换。 同学们, 我们还可以利用图片来实际生字呢。 不信你们看这张图片, 猜一猜它是什么字? 对,就是窝子。 这是一个鸟窝, 是小鸟的家。 蜜蜂的家, 我们称它为 蜂窝。 小狗的家, 我们就叫它 狗窝。 燕子的窝, 我们也可以称它 鸟窝。 看样子, 同学们已经会用多种方法实际生字了, 那你们可要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平时的生字学习中去哦。 这几个我们除了认识这些生字, 我们还要认识两个偏旁。 它们就藏在孤和丹这两个字中, 小朋友们发现了吗? 小朋友们的眼睛可真亮, 它们就是子字旁和宝巴。 同学们, 子作为偏旁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呢? 是的, 子作偏旁, 横变成提, 带有子字旁的字, 还有 孔, 孩, 孙。 我们再看单字的两点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偏旁, 它就像八字倒了过来, 我们称它为倒八, 请跟老师读倒八。 带有倒八的字还有哪些呢? 同学们的记忆力可真好, 带有倒八的字, 还有蓝, 硬, 关等。 接下来, 小喜鹊带着这宝宝来站队了, 小朋友们赶紧读一读吧。 咱们赶紧读一读吧。 就这样吧。 生字宝宝我们都认识了 那把它们组成词语 老师相信你们也一定能读好 来 读一读 从前 从前 喜鹊 喜鹊 孤单 孤单 招呼 招呼 后来 后来 邻居 邻居 快乐 快乐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安安静静 安安静静 同学们 看到招呼这个词 你发现它的读音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的 招呼一词读轻声 请跟老师读 招呼 招呼 同学们 现在老师和你们打声招呼 同学们 早上好 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和身边的爸爸妈妈 打声招呼 招呼一词 我们不仅要会读 还要会写 首先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招呼两个字 在填字格中的位置 招呼 招呼两个字都是左窄右宽 左右结构的字 接下来 请同学们伸出小手和老师一起书写 我们先写招 招 左边的提手旁 横 写的短一些 树钩 要写的直一些 有一定的力度 右边的刀 要写的收一些 铁穿插到提手旁 提的下边 下面的口 要写的上宽 下窄 我们再写 呼 字 呼 左边的口 写的小密些 右边的横 落在横中线上 左边穿插到 口字的下边 注意 最后一笔是弯钩 书写的时候 要有一定的力度 接下来 请同学们在填字格中 写一个招呼 请不吝点赞 同学们 同学们写字的时候 非常认真 对你们写的字 做个评价吧 笔画 笔画笔顺正确 得一颗星 自写的工整 漂亮 得两颗星 老师希望小朋友们 都能得两颗星 同学们 在这些词语中 快乐的乐 是个多音字 他在表示 开心 高兴的时候 读乐 跟老师读 乐 快乐 什么时候 你感到非常快乐呢 是的 和小伙伴一起玩耍 一起游戏的时候 我们感到很快乐 每天的学习 让我们很快乐 这个乐字 还有另外一个读音 乐 跟老师读 乐 音乐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一听音乐 快乐这个词 我们会读了 那就跟老师一起写一写 这个词语吧 首先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快乐 在甜字格中的位置 现在请小朋友们和老师一起书写 快 是左右结构 左窄 右宽 左边的树心旁 先写 点 点 再写 树 树 上半段写的直一些 那与撇 要对称 要舒展 我们再写乐字 乐第一笔是撇 要写的 要写的 平密些 树 高 落在 树中线上 书写的时候 要有一定的 力度 最后两点 要对寸 接下来 请同学们在甜字格中 写一个 快乐 同学们写字的时候非常专注 快来给你们写的字做个评价吧 同学们 当你读到 叽叽喳喳 安安静静 这两个词语时 你发现 它们有什么 规律吗 是的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都是前两个字相同 后两个字相同 像这一类词语 我们称它为 AABB式词语 像这样的词语 同学们还能说出几个吗 是啊 像这样的词语 还有很多 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 声字和词语 你们都掌握得不错 接下来 老师要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 词语跑到句子里去了 你们还能读好吗 我们来读 看到这个句子 从前 这里只有一棵树 树上只有一个鸟窝 鸟窝里只有一只喜鹊 相信细心的小朋友 一定听出来了 这句话中有几个一字 可是读音却不一样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在一棵树 一只喜鹊中 一读第四声 在一个鸟窝中 一读第二声 来 和老师一起读 一棵树 一只喜鹊 一个鸟窝 接下来 把这些词语 放回句子中 我们再读 同学们 这个句子中 有一个多音字 你们发现了吗 是的 就是指字 指在表示量词的时候 读第一声 只 跟老师读 只 一只 其他的时候 读第三声 只 和老师一起读 只 只有 只要 回句子中了 我们再来读 这个句子吧 同学们 你们看 这段话中 也有几个 一字 你们把这些 带有一字的词语 读好来吗 我们读 天一亮 一起 天一黑 我们要把这些词语 放回这段话中 连起来读 每天天一亮 喜鹊们 叽叽喳喳 叫几声 打着招呼 一起飞出去了 天一黑 他们又叽叽喳喳的 一起 飞回窝里 安安静静的 睡觉了 同学们读书的声音 真好听 接下来 我们 看到 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中 也有一个 多音字 小朋友们的眼睛 种 请和老师一起读 种 种子 播种 请同学们 自己读一读 接下来 老师 可要把这个字 放回句子中了 你们 能读好吗 读一读吧 同学们 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句子都在课文里呢 让我们再来读课文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同学们 树和喜鹊在一起 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